欢迎您上头发奇想 我是安悠奇 俄乌大战的第23天 五角大厦警告 因为战事胶着 所以接下来普丁 真的可能会动用核武吗 而且还强调他是认真的 那由于开战到现在呢 美国的情报呢 都准得不得了 所以五角大厦这个警告 提出来之后呢 让不少人都觉得胆战心惊 何况这两天呢 乌克兰军队绝地大反攻 让很多城镇呢 是失而复得 然后呢 这个普丁这边呢 又已经这个气急攻心 据说前前后后 已经开除了 竟然超过上千名的官员了 是疑心病大爆发 所以呢 这个有不少分析师认为 普丁接下来甚至可能 在俄罗斯境内呢 现在要开始进行 这个政坛这个血洗 甚至要清洗政敌了吗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在战场上呢 俄军似乎真的也快撑不下去了 有被俘虏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呢 就大骂普丁是人渣 说呢将来如果他有命回到俄罗斯 他这辈子一定反普丁到底哦 甚至呢在战场上呢 还有俄罗斯的士兵 居然去捡乌克兰军队的子弹 打自己 自残耶 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好另外呢 今天当然备受瞩目的就是晚间哦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再度的这个视讯对话 而且拜登呢 毫不客气的警告习近平哦 这个 你哦 如果敢再给我支援 这个俄罗斯的话呢 那接下来后果自负哦 所以外界也在观察 那习近平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尤其本周传出哦 这个俄罗斯的情报显示 习近平呢 原本在今年秋天要接管台湾的 那外界现在也在分析 这到底是俄罗斯或者是美国挖坑 给习近平跳呢 还是这个是习近平跟这个普丁 原本早就讲好的计谋呢 但无论如何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竟然会对习近平的政权 带来空前的危机吗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前台中日政府新闻局长竹关廷 右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布亚 右旗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黄光晴 大丸 财经专家邱米宽 右旗好 大家好 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老师 右旗好 大家好 好 当然一开始呢 我们赶快就要来关心 俄乌大战的第23天 普丁真的已经快没时间了 问一下学伟 有俄罗斯专家就说 普丁即将面临史诗级的惨败 您怎么看 现在的战争 早已经不是人海战术 现在是现代化科技武器的进攻 其实我们来看 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步你看 他从那个美利托尔 托波尔这个地方 往开始往北边一直进攻 他沿着这个顿巴斯的 这个停顿接触线 就开始往上攻 攻来之后 要跟哈尔科夫 这个地方的军队 向下在这边汇合 如果在这边汇斯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卢干斯克 敦内斯克 这个地方的接触线 就有达到普丁当初要求的 这两个共和国让他独立 第一步是往这边来 这个东部的话 就跟你乌克兰没关系 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 就真的是实现 他两个地方的独立 好 另外他就开始 最近我们讲说 那个玛丽坡这个地方 有没有 真的很可怜 每天摘去年也打 岸也打对不对 一直轟炸 打到几乎整个城市里面 都已经废屑 没有完好的一个建筑物 怕两星期了 对啊 他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就是用围城的方式 针对这些城市有没有 零星的城市进行围城轰炸的方式 我在告诉你什么 而且无差别攻击 面对的是什么 包括你聚业血的孩童 两个字我都照打 对不对 我把这些人打平民区 一直攻击打死的时候 希望老百姓能够反过来 跟哲伦司讲说 别怕了 真的死很多了 对不对 你要干脆就跟他弹劾 或者是甚至投降都可以 把力量把那个压力 反向给哲伦司机 是不是你可以坐下来谈 所以他们现在会继续施压 攻击这些城市 那我们这样换来停火的决定 或者说在这边建立一个 前兆基地 所以在这边的话 让他们俄罗斯有机会喘息 我一开始的时候 好几天前我就讲 打仗最怕就是打打停停 你停下来的时候 让俄罗斯可以轮掉 轮换一些军队的话 那他轮换完之后 他就开始往这边又攻击 所以他就实现这个地方 让他独立的愿望 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他们第三步就希望说 能够包围什么 尼古拉耶夫这个地方 他往主要是干什么 他要往这个奥德萨这个地方 这个滨海城市 继续攻击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们往这些地方攻击 你如果奥德萨被拿下来之后 这个赫尔松是第一个 已经被拿掉的城市 那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建立我的摊头堡 跟我的一个战线的话 说实在话 乌克兰的海上 那个路线 生命线 全部都落到俄罗斯手上 那你说你外国要征兵 要干什么 除了从陆路之后 海上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这个奥德萨 他一定一些要把它拿下来 可是说实在话 他想的这些方式 对不对 乌克兰现在看起来 他们也很清楚 你的战略方式 你看 我们从基辅这边开始 在伊尔平布查 哥斯托梅利这个地方 他开始对这些零星城市 继续的一个加强反击的攻势 一直对你这些零星城市轰炸 就是要逼着你基辅 放弃了 不要守了 因为实在是压力太大 可是你知道吗 乌克兰的军队 竟然这几天一直传出捷报 你知道吗 他竟然在布查 这附近这些城市 竟然能够打下他的武装直升机 还有两架的那个苏凯战机 在这个地方都被打下来 就表示说你在围城 在围我基辅这个过程之中 是遭遇到反抗的 而且是不顺利的 好那你说 他们现在赫尔松不是第一个 被收的城市吗 好那我们从乌克兰军队 从尼古拉耶夫这个地方 开始往下 往南往东这个地方 你看波首德这个地方 已经被收复了 又被收复了 所以他慢慢就是往赫尔松这个地方反击 你看看乌克兰的主力攻击部队 蛮厉害的嘛 而且昨天我们不是讲说 你看画面这里面 赫尔松的一个机场 七架的战斗直升机在这边的话 竟然被乌克兰军队轰炸掉了 整个殲灭掉 他们就告诉你说 即使你占领赫尔松 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守得住这个城市 那现在乌克兰如果慢慢反击之后 也没有用啊 那我们就常常讲说 这个战事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看起来俄罗斯的空军 好像很弱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对 你不觉得这个空军实在是威力很弱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代 我一直强调说 现代的战争是现代化科技的战争 那也暴露出俄罗斯军队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复杂的空中陆地 协同作战 是很少受信的 而且他们的雷达系统 真的是不行所以没有办法精准 打击到乌克兰的一些军事 那可是我现在看到一个 乌克兰机构做的一个民调 这个三月中做的民调 我看起来也很坚定 为什么 竟然有86.6%的俄罗斯人赞成 俄国持续 鼓励进攻其他国家 其实他赞成的是40.6% 46的人是不自可否 你坚决反对的只有13.4% 你看而且接下来 他们那个民调也显示 在赞成里面的人 竟然有75%认为说 接下来要打的就是波兰 波兰现在看到这边民调 是不是挖蛋 而且41的人认为应该继续攻打 波罗的海三小国 而且更夸张的是有40.3%的人 支持用预防性有限度的使用核武 之前不是五角大厦一直讲 这个战事焦灼到目前为止 普丁如果真的要把这个 这个整个战争停止之后 就是使用核武器 核威吓 所以确实很多国家看到 普丁说要动用核武的时候 确实是有吓到 所以现在很多欧盟国家或者不敢直接跟俄罗斯 直接接触嘛 所以要你继续导致武器给你 乌克兰人自己去打这样 而且最近很奇怪 你看无人机 还献中在克里 克罗埃西亚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竟然也看到俄罗斯的无人机上去的话 他是不是在征收地形或怎么样 为下一步的战争做决定 而且你看最近其实英国 英国那个民调出来 最有可能接下来攻打的叫波兰 波兰 所以波兰现在揣在等了 那可是你看英国他们也觉得说 可能事有蹊跷 因为这一次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美国跟英国他们的情报做得非常准确 所以你看可能会不会打波兰 那没关系 现在英国他们就把最新的天刀 那个什么防空飞弹系统 移到波兰去 你知道这个天刀系统是英国最新的防空系统 你知道吗 他在去年12月才开始正式服役 到现在还不到半年 我就把他 对我就把这个武器全部送给你 你看这个天刀防空系统的话 他有三个组件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长颈路的那个 3D光束雷达侦射系统 你知道吗 这个可以侦射到120公里的 圆桌范围之内 那你看到说这个范围里面 有什么东西的话 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所以120公里之内 中高空的任何 包括这些人背过去 他都知道你这些人背过来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 另外一个就是指挥车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射控车 你知道这个射控车 他是八连装的 一次可以八个飞弹 那你觉得说这个天刀防御系统 防空系统到底厉害在哪里 其实我跟你讲 他这个跟一般的防空系统 飞弹不一样 他那个射控器 只要升起来之后 他是360度无视角的 他可以接战同时接战说 我侦测到有目标的话 你从四面八方来的话 我可以同时接战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速度快到什么地步 他告诉你说 即使像网球一般大小的东西 你用音速飞行 我都可以把你打下来 这样都可以打得中 很准 像网球打音速飞行的话 所以你看他就是告诉你 当初英国发明这套系统的话 他就是主要针对什么 俄罗斯的苏凯57的 那个逆中战机 因为逆中战机有时候是用眼睛看到 有部分雷达搞不好找不到 可是这种的话 你看他侦测到消息之后 他可以马上在25公里的范围之内 把所有侵犯的物体全部都击落 而且那感觉好像是大海上 有一颗网球 你从空中要把它打中 多难啊 而且是音速飞行 音速飞行 真的很强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防空系统那么厉害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系统的话 因为他现在 他有一个Link-16 我们之前也讲过 台湾的F-16上面 是不是有Link-16 就是我的链结之后 我只要这个 长颈鹿征收到任何的问题之后 我可以马上在美军 英军 还有北约国家 所有的电脑防空系统里面 告诉你这个中机在哪里 所以不是只有 他这个系统找得到 你马上美国在附近的 北约国家的军队 马上都可以知道说 有一只翔鸟飞过来 有一个网球飞过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系统如果设置在波兰的话 相信俄罗斯如果要往前再踏一步的话 他也是相当的困难 不过这个天刀 这个飞弹防御系统还没有进到乌克兰 乌克兰前天一天之内 他的防空系统自己就可以在空中打下十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目标 而且另外还有S300 都还没有到这个乌克兰 所以就问一下这个冠庭 然后再加上你看 相较于乌克兰上下一心 俄罗斯军队 我们刚前面就有特别提到 这个被俘虏的俄国士兵 提到普丁恨得咬牙切齿 说普丁是人渣 将来我回去 我一定这辈子烦他到底 所以你看这样的这个氛围底下 俄军真的还打得下去吗 俄国一开始是希望三天站顶 基辅成立然后伪政权之后 15天内希望可以全境控制乌克兰 现在已经打到23天了 这几天大家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不管是士气军备 各方面因素 但这是果 真正的因是哪一件事情 导致整个普丁全面性的挫败 到现在战局这样抽出不前 后来最近的这些专家 终于分析出了有一场战役 跟有一件事情 导致了后面的整体的惨败 那就是本来鼎鼎大名 俄国的空降师的这一役惨败 为什么说空降师 俄国的空降师 他过去是被誉为俄国军队的精英 民族的骄傲 他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机械化程度最高 然后他的装备也最重 过去不管是车臣战争 科索沃战争 都是俄军的王牌 那本来照普丁大的规划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在2月27号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是机场 这个机场是什么机场 是哥斯托梅利机场 他就在所谓基辅旁边48公里 他希望说能够让他的空降师 直接降落在这个机场 进行把他占领了之后 他大规模的部队在随后跟上 而过去我刚才讲的 不管科索沃战争 还是第二次车臣战争 俄国都是用这样子的招式 可是没有想到 他这十几个传奇散兵部队 居然空降到这里之后 直接被全部歼灭 全部被歼灭 全部歼灭 而且又起 你以为只有这十几个人吗 他在同时间在基辅另外一个机场 有两台空运机 上面载几个人 不是十几个人 是三百个伞兵 直接在天空就被击毁 所以三百个伞兵 加这十几个空降师的伞兵部队 直接就全部消失了 而且他们这整个空降旅 因为是他们整个是传奇 上民族的骄傲 甚至有一个灵魂人物也被击杀 我们看隔壁这个画面 这是一个高级将领 叫苏霍维斯基 他是谁 他过去是俄国第七空降师的指挥 因为表现很好 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还被俄军升官 他升官到什么 到中央军区四十一军团 当副指挥官 没想到居然被举击手 直接击杀 所以他们这一次 这样子的失败 到今天二十三天没打下来 这几天大家的分析原因是 这一次的希望借由散兵部队 先掌握到 我把一个区域给掌握下来 这件事情导致了 后面一连串的挫败 而这样子的挫败 很重要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他这样子的挫败 其实也导致了 本来很多的大军 希望说跟着这伞兵 控制这个区域之后 后面可以跟上 对不对 我刚才讲基辅旁边 这个机场 他因此后来所有的士兵 因此被迫倒退四十公里 那一次整个的军团 四十三辆坦克跟重机的 这些装备 最后现场留下三十辆 四十三辆留下三十辆 所以整个伞电站 就此宣告失败 然后十几万的俄军 现在在就是乌克兰境内 这十几天以来 就是动弹不得 因为你看三百名的先前部队 这个伞兵就已经一次歼灭了 就全部不见了 后面就全毁了 他本来伞兵下去之后掌握 后面大军跟上 他现在伞兵下去之后 全部挂掉 后面大军只能往后退 然后武器之中 全部都丢着 原来一开始就惨败了 所以这几天大家就在讲 昨天的PTT台湾人 就我们很无聊 但是网友很有趣 他讲了一件事情就说 如果现在想要财富自由 你应该去乌克兰捡武器 捡武器 就给财富自由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前几天我们都要知道 2018年配备最先进的AK-12 满地捡 乌克兰的官员都拿着 现在不止AK-12 我们看乌军居然缴获到 非常罕见的电子情报系统 直接是路上捡到的 我们看他这个 看起来像是车辆 现在不是一般车辆 他是电站车辆 它是干嘛 他现在俄国最先进讯号的一个系统 他可以干嘛 快速的搜寻你周遭 所有的分析记录的讯号 然后他甚至可以透过 角度测量法迅速定位 简单一讲 这台车子经过的地方 我们现在画面看到这个车子 周遭70公里以内 无所遁行 连这样子的高科技电子情报系统 也直接被捡到 太扯了 乌克兰现在真的满地宝 也不止这样子而已 我可以讲 这两天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 那个榴弹炮 这整个军团的榴弹炮 完全没有挤发没有使用 也被人家挤走 最扯的事情是 刚才不是网友讲说要财富自由吗 对 如果你捡到这个就财富自由了 甚至有一个平民在路上散布 他捡到市值台币 5.6亿的防空飞弹系统 散布就捡到了 5.6亿防空飞弹系统 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是美金计价 这样子的说明 我们看这个画面 是俄罗斯陆军的9K330 TORS SAM 这个系统 它是叫价2000万美金 就是台币5000多万 然后呢 他后来就是直接 在住家附近散布的时候 就被捡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说他会有士气吗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事情 这个士气已经是 真的全面崩溃 我们这几天传出了一个 很特别的信 让他觉得匪夷所思 俄国在乌克兰境内 居然正在寻找一种东西 在找乌克兰 7.62公里口径的子弹 你觉得很奇怪 对啊 为什么 俄国军队干嘛 要去找乌克兰的子弹 原来他们现在军队们 就相传一个方式 你可以立刻回到 俄国的军医院 你可以不用打仗了 他们现在就是 互相两个士兵讲好 互相开枪打对方的腿 而且还要打对位置 不能终身残废 你要打到了腿之后 你告诉你的俄军 俄军的将领 或你的长官说 我不能打仗了 就会被送回你的俄军的军营 俄国军队干嘛要去找乌克兰的子弹 原来他们现在军队们 就相传一个方式 你可以立刻回到俄国的军医院 你可以不用打仗了 他们现在就是 互相两个士兵讲好 互相开枪打对方的腿 而且还要打对位置 不能终身残废 你要打到了腿之后 你告诉你的俄军的将领 或你的长官说 我不能打仗了 太誇張了 就会被送回你的俄军的军营 可是因为一开始 他们是拿他们自己俄国的子弹打 然后后来被发现说 你们是自己打的 你回去要被关 要被判刑了 所以他们现在改成说 那我就告诉我的俄国的长官 说我是被乌克兰军队打 好荒谬 所以他们现在就都在收集乌克兰的子弹 所以现在7.62公里口径的子弹 是现在俄军在乌克兰境内 争相在找的子弹 找到他之后打下去 你就可以不用打仗了 你说荒谬荒谬 荒谬太惨了 不过说实在的 普丁真的是把俄罗斯给害惨了 也问一下伯亚 其实损人不利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普丁现在已经急到 为什么最近会无差别的攻击平民 难道说真的是已经没有招了 我们昨天甚至讲说 一个走在路上的阿伯 竟然不是被枪子弹打死 是被炮掘 你用大炮去轰一个 走在路上的老人家 他有什么杀伤力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这个人神共愤之外 坦白讲对乌克兰人讲 我们现在看不懂的是 一个很意外的是 照理说 俄罗斯的军队手段如此的残忍 所以这个老弱妇孺赶快逃出去嘛 可是现在竟然出现返乡潮耶 为什么 这个其实第一个 现在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除了战争的残酷之外 他慢慢的有机会 很不幸的 他会演变成一个人道危机 这个人道危机的意思是说 这个战争的范围已经失控了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国际公约有规定说 在交战的时候不可以攻击平民 双方只能互相攻击这个军事设施 军事设备等等 对 那可是俄罗斯现在呢 他已经完全没有在顾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德国的媒体上 他就有报导 3月7号的下午 其实3月7号算是攻击刚开始不久 3月7号下午那个时候 就有一台无人机拍摄到一个 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参考在这边 就是这台白色的车子呢 其实呢 他是要往基辅的方向开的 他就说打算回到基辅 然后他开一开之后发现说 前面的其他车子怎么开一开 就回转逃走 然后想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果一开进去说 哇原来前面有俄军啊 那当然你看到有俄军 赶快回转啊你要离开啊对不对 结果呢在他回转离开的时候呢 他就俄军就对他的车子开枪了 那你知道当时在这个这个车子上 无人机的画面显示说 车上有驾驶跟他的应该是妻儿啦 有其他的乘客 那这个状况下呢 这个驾驶讲说俄军对他开枪 不行他赶快下车 手举起来表示投降 因为车上有他的妻子跟孩子 他要保护他们啊 对他不想他们受到伤害嘛 所以他赶快先示弱 我就说我只是一个平民 我没有武器 那其实按照国际公约的话 当然你不能攻击这个平民啊 是啊举手投降啦 对 结果呢你知道俄军这样也干了什么吗 直接啊被 他被俄军狙击 用枪打死 就当着他妻儿的面哦 这个无人机把画面拍摄下来之后 他这个倒地之后啊 俄军直接把他拖到树林里面去了 那后来那台这个白色车 跟这个车上的乘客啊下落不明 没人知道要去哪里 好扯哦 那像这样子的故事到底在乌克兰的全境发生多少 其实大家可以自行去想嘛 那包括说呢 这个在上面大家看到 刚才雪尔哥有讲到啦 一个现在交战的热点就是马力波嘛 嗯 那马力波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空灶图 这个红砖屋顶的这个 它是一个剧院 很漂亮的 对那这个剧院其实呢 是在苏联时期就盖的 嗯 那这个现在在做什么呢 就是交战的时候避难所嘛 避难的时候 诶平民聚集在防空洞 或是聚集在一些 这个大家群聚的地方 互相也有个照应 对 而且呢 他们在这边其实做了一个提醒 大家看到 红框框起来的部分是什么 这是俄文的小孩 对 这边有孩子嘛 对他写上他希望说 诶俄军如果要轰炸 你的情资收集你就看到说 这里有小孩 你就知道这里是平民的避难所 结果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 俄军就直接轰炸这边啦 这个照片呢 是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部长 投在他自己的社群网路上 他说 这个你看看 俄军轰炸的这个马力波剧院 炸成这样 前后对比是这样 天啊夸张 上面写说有小孩 还是照样轰炸 对 而且这边是避难所 对 而且这不是单一案例啦 在三月十六号的时候 俄军就干了一件事情啊 他去占了人家的什么医院 俄军直接跑到医院里面去啊 把人家医院里面五百个人 包括避难的平民 包括医护包括病人 全部乳为人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俄军他现在呢 已经是 没有下线啊 不是秀下线 是没有下线啊 平民的避难所也轰炸啦 医院他也去占领啦 他根本没有在管任何的国际公约里面 关于战争罪行的这样的规定 所以今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召开记者会说 美国已经在收集证据了 关于战争跟反人倒罪 那你再看 这个是在基辅的郊区 嗯 就是说现在乌克兰的平民啊 被俄军这样子残忍的轰炸的时候 基本上呢 以前有句话叫马格果斯嘛 那是形容军人的 但是现在呢 平民也是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啊 在基辅的郊区被空袭 空袭完之后呢 当地的人因为你要避难 没办法办隆重的葬礼 没办法好好的 这个来处理这个身后 十岁只好挖一条壕沟 然后赶快把这些平民的遗体 这个把它埋起来 所以战争啊 对于这个平民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普丁一直说什么 他一直说 他是要去解放 他是要去解救乌克兰人 那也难怪很多乌克兰人 一直拍影片 传到社群媒体上说 我们才不需要你来救 你来这边就是 再来残害我们 再来残杀我们 对不对 你知道普丁用这种招数 其实呢 很多次啊 他是前科雷雷 之前呢 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 他也是用同样的招啊 所谓的双杀战术 先派这个飞机去空袭 飞弹飞机去空袭 平民区 空袭完了之后呢 哇那是死伤惨重嘛 一定有一些救难的救护的 要过去嘛 结果呢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先空袭 然后让救难的救护 这些人道援助 到达现场之后 他再空袭第二次 他就是俄罗斯就是说 我要用这样的打 让你觉得我是毫无人性 让你觉得我是凶残 让你觉得我是疯了 所以你就会投降 而且什么医生护士 我管你 我把你医生护士都打死之后 你医疗体系就崩溃了 对 他的企图 毫无人道可言 他的企图就是说 我就是要凌虐你 对 我就是要违反 一切国际上的规定 然后呢 让你呢 这个新防全然的瓦解 让你感到绝望 然后让你投降 所以 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然战争 你说残不残酷 残酷 可是战争的残酷 并不代表 我们要对这种独裁者 这种残忍暴虐的侵略者 就这样屈服 因为你屈服之后呢 等在你后面的 其实是更多的残酷 所以现在呢 乌克兰需要我们国际上 更多的资源 跟支持 让普丁知道说 他这样子恶搞 是行不通的 也许这样才是解救 被侵略者的唯一的方法 所以当独裁者 陷入疯狂的时候 很多人说呢 那也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那关于这点 你就请教他这个光晴了 其实据说 普丁最近这个 当然他气急败坏 因为现在这个乌克兰 怎么样都拿不下来 而且很可能 他的政权 也会面临到空前的危机 所以昨天他突然 大骂说呢 在俄罗斯境内 一些亲西方分子 他说这些是人渣 这些是叛徒 所以很多人认为 普丁也许在国内 一场这个政坛的 这个血洗行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对 其实最早 跟外界 发表说 他据他的观察 普丁似乎精神状况 有问题的 其实是法国总统 马克宏 而且法国外交官 也对外这样讲 因为他去跟 普丁见面的时候 他觉得普丁 很奇怪 尤其他精神状况 就是情绪不是很稳定 那现在更多的资讯出来了 他跟马克宏 马克宏在上历史课 哇啦哇啦讲 讲了非常多的历史 历史教训 就马克宏非常的错愕 那现在 比较有长的 一段他的谈话 跟他的精神状态 我们可以观察 就是他3月16号 他在克里姆林宫 他发表了演说 他其实就是 以为自己 跟整个俄罗斯 是受害者 因为长期受到西方霸权的欺凌 那他指控这些西方霸权者 他们就像飞进他嘴巴里面的虫子一样 当虫子飞进嘴巴里面 噗哑把他吐出来嘛 他们就像虫子一样 我要为人所唾弃 所以骂他们是人渣 骂他们是 这个所谓的叛徒 所以呢 他说他们所有的这些动作 包括受到经济制裁 包括有所谓的军事冲突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这样来的 那再者 他在俄罗斯境内 他说 这也是无可厚非 要进行一场什么 社会清洗啊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 就看看 谁是这个叛逃者 所谓的叛徒 那又从中 去找出 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就是这两段谈话 你会觉得说 哇 这个战事已经打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嘛 他们自己也死了 七千多个 已经牺牲七千多个 他们的战事了嘛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这样子独断 那所以有人就在探讨说 那这两年普丁他怎么了 那你就知道 之前有一个作者 他跟那个普丁 他们亲信圈混得很熟 他之前都出版一本叫做 克里姆林宫的手下们 简单来讲就是普丁的手下们 因为他一定要跟这个亲信 在这个亲信圈混 他才有一些不具名的消息管道 而他自信说我每次写的都是这样很精准 那后来他陆陆续续在这段时间透露 他就找到根源 就说这两年呢两年从2020年到现在为止 说普丁一直独居在他的处所 他处所在哪里 他基辅跟我们讲的圣彼得堡中间的一个湖 叫瓦袋湖边 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那你一个人在那边住的话 当然他会有一些私人的服务人员 或者说能够晋升的禁卫军 譬如说我们讲的警卫 可是他也戏弄那些警卫你知道吗 他与世隔绝难以接近到什么地步 他会叫那个警卫 严格规定他们不能经常来说 有事我要报告我要见你 至少要隔离一个礼拜 至少要隔离一个礼拜 所以你包括他私人秘书 这个人就讲说 有时候一个月一个月四个礼拜 就常常看他一直在隔离 隔离不是疫情那种隔离 是要间隔啦 就两个礼拜一个礼拜 他常常在这边隔离 而且呢只要见到这些警卫 他信用他们怎样 他喜欢暴冲之后看他们那个表情 看他们那个 我普丁说了什么 他们都说是是是 然后一副手足无措 很仓皇而且微微糯糯那个样子 他喜欢这样子 那这是这个普丁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才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暴冲有侵略的这样行为 所以就某种程度是 在一个这样他的一个情绪 精神状态里面 住下了这一场的灾祸 我们再看他不管是跟马克宏 还是跟他的国防单位的幕僚 他只要开会的时候 他坐得一头一尾啊 坐得非常远啊 那另外他疑心病加重非常重 他本来有一千个已经是私人的工作人员 帮他打理生活起居啊 结果突然间把这一千个人全部换掉 就像古代的帝王嘛 他担心因为这些人可以晋升嘛 最近的就是准备食物给他 怕里面有下毒 所以这就是一个自己封闭在这种思想围里里面的一个普丁 所以问一下这个嘉隆老师 你看普丁现在大骂那些清晰方分子在国内的 你们给我小心了 你们这一些这个人渣 你们这些叛徒啊 所以看起来呢 他可能会进行这个政敌的这个清洗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的政群出现危机了嘛 就像光景讲的 为什么要突然换掉一千多名这个晋升的人 他疑生疑鬼嘛 他现在觉得有人要暗杀他嘛 那这个嘉隆老师你怎么看 就说普丁现在处在这个 这样的这个状况底下 再加上国际给他的这个压力 像这个国际法院不是裁定了吗 你们这个俄罗斯 这个我们裁定你俄罗斯失败嘛 你俄罗斯现在从现在开始 你不准给我侵略这个乌克兰 那拜登呢也首度的以这个战犯来形容这个普丁 所以对普丁来讲 这个事情真的有压力吗 尤其是国际法院的这个判决 到底会对这个普丁 或者甚至是俄罗斯的未来任何的影响吗 这个问题很深 很复杂 现在我们看到俄军在前线是进退失据 普丁在后方呢 他现在也是那个左右为难 他内外交困 那现在国际法院的这个裁定 就是乌克兰胜诉 俄军应该要撤退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结论 当然是对普丁对跟习近平没有约束力 我讲一个前例没有约束力我讲一个前例 就是2016年欧巴马还当总统的时候 7月12号在海牙的国际法庭 对于南海的那个案子 判决菲律宾胜诉中国败诉 所以中国不能在南海那边伸索领土啊 主权这些东西 习近平没有理他嘛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约束力的 没有约束力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已经发生过了 那这一次俄国当然嘛 就是战场上剑真枪嘛 所以不会那个受约束 然后呢 可是这个判决会让拜登有正当性 去联合盟友 大家一起来对抗这个俄国的这个入侵 最重要性在这里 对俄国的入侵 它的意义在于单方面 就是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 这个是严重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觉得感同身受 要来对抗这个俄国嘛 那现在呢 那个拜登说 普丁是战犯 他可能可以 他只控控诉这个拜登 拜登控诉这个普丁 叫做反战争罪 反人类罪 反种族灭绝罪 对 那普丁怎么办 现在呢 那个拜登说 普丁是战犯 他可能可以 他只控控诉这个拜登 拜登控诉这个普丁 叫做反战争罪 反人类罪 反种族灭绝罪 对 那普丁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看出来普丁现在的局面 从闪电战掉进去持久战 持久战的性质就是消耗战 那么所以呢 一个重要的问题浮出来了 就是中共到底要支持俄国到什么程度 现在美国不是要中共那个 不可以去军事上跟经济上去支持 去援助俄国吗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共的反应 那中共的原则 他的理想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不搞坏 跟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前提下 暗中支持俄罗斯 他既不得罪俄罗斯 也不希望搞坏 跟西方的关系 能够这样是最好 但是他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他的指导原则是这样 那结果现在美国给他警告 已经这等于是下最后通牒 那个3月15号苏立文跟杨洁篪的会谈 等同于画红线 我根本不要摸你底牌 我直接告诉你什么牌可以打 什么牌不能打 我直接下最后通牒 简历警告 那就是说准备推出二级制裁 他等于是对共犯做二级制裁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准备为这个铺路了 那中共的反应可能怎样 他可能在说不定 他公开场合他跳车 他不再撑俄罗斯 实底下他跟俄罗斯解释 我偷偷帮助你就好 公开场合讲的话 讲给西方国家听 好了好了我不支持他 然后实底下还是继续安中支持 然后跟俄国解释一下 我总要应付一下那边 你放心 我实底下还是撑住你 那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也乐于看到乌克兰战争变成一个持久战消耗战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中方会因为这样把俄罗斯撑住 不能让俄罗斯垮 然后这样子的情况 他会多了一张地缘政治的牌 原来中共的牌就是只有北韩 你看川普要打贸易战之前 先拜托习近平处理一下朝鲜半岛的灰核化 那结果后来习近平跟他说他帮不上忙 那川普就直接跳过习近平跟金正恩 2016年2018年6月12号 在新加坡第一次穿进会 是这样来 川普跳过习近平直接跟北韩打交道 那这个北韩牌就失去效力了 现在中国又制造出一张牌了 就是俄国牌 所以他让俄国撑住 只要俄国继续给欧美找麻烦 那将来有一天 欧美就可能需要回来找中共帮忙 中共的这个就有这个地缘政治牌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他让乌克兰战争拖下去的结果 会把欧洲的经济拖下来 欧洲的那个能源价格 粮食的价格都上涨 欧美都会受伤 把欧美的经济拖住 困住 这个也是他的一些可以产生的效果 不是只有我中共不行了 你们也不行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只要刚刚讲 只要俄国一直撑住 是欧美的麻烦的话 那他有可能成为新的 那个结合的对象 就像以前联中制苏 有没有 以前要对忍战的时期 要对付苏联 来联合中共 一样 可能到时候就会有新版本的 这个要联合中共 来对付俄国 最后 中共自己也不怕消耗战 消耗战是中共玩得起的 如果真的要消耗的 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个体制 那个底下的老百姓就是韭菜 给他收割的 所以你看看他那个毛泽东 当年上面红旗的时候 那个失败 然后造成那个三年的那个饥荒 二十的人听说超过两千万人 超过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所杀的中国人 自己的错误政策害死的人很多 可是共产党没事 文化大革命搞到一穷二白 共产党没事 就是没有倒 所以共产党对于这种打消耗的话 他其实觉得挺得住 他自己有这个底气挺得住 所以他到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要这个破釜沉舟 真的要玩消耗战的话 中共没在怕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拖垮民主国家 你在欧美的话 这些民主国家的话 一拖下去的话 你们吃不消 所以中共其实不怕消耗战 所以乌克兰战争的话 他不会让俄国垮 可是俄国打不赢 乌克兰打不死 所以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场战争也真的很有可能 会拖下去 拖一阵子 变成一个消耗战 从美国的立场来讲的话 用乌克兰跟欧洲去拖住俄国 再让俄国崩溃的俄国 去拖住中共也行 就是可能美国也乐见 这样的一个战略发展 所以就变成说美中双方 可能都不反对 就是说可以接受 持久战消耗战 变成一个乌克兰战争的一个结局 可是刚才光晴有特别听到 普丁这种独裁者的性格 现在乌克兰说 我们现在好像似乎看见了 和谈的曙光 问题是跟普丁这种人和谈有用吗 可是怪就怪在 普丁还打了电话给 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土耳其的总统 而且提了这个什么 你要我停火可以 我给你四个条件 但是看起来 拜登是不甩普丁的 所以今天晚间 他特别去找了习近平 来做视讯的对话 而且在对话里面 他就直接警告习近平 你给我离俄罗斯远一点 不然后果自负 先来说 就在各位看节目的时候 这通电话大概已经打完了 因为这通电话是在台湾时间 星期五晚上的九点钟 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会通电话 但习近平这次有备而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也是突然间的事情 就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三东建慢慢的通过了台湾海峡 先来跟各位说 找不出来晚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间点 他也在叫牌 那今天早上呢 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目前普丁据传身段放软 去找艾尔段 那找艾尔段呢 土耳其先说哦 先跟各位谈 土耳其这篇文章四评八文 他先说第一件事情 普丁没有封 没有封 对 土耳其说 普丁的言谈失律 非常的清楚 他没有生病 然后呢 再来 第一个 先说他没有封 所以再来的话要出正菜吧 我们都知道吃新餐 有沙拉 有煮菜 有甜点 对不对 好 要出正菜 正菜是什么呢 乌克兰第一个 保证不威胁俄国的一个安全 那这句话 说句实在话是没有逻辑的 第二个 承认放弃 顿巴斯跟克里米亚的一个主权 然后谈完之后呢 后面上了一道甜点 这道甜点很重要 什么甜点 他找了七大国来做保证 那七大国这个就重要了哦 七大国是谁呢 联合国安理会 五大理事国 通通出来要做保证之外 外加德国跟土耳其 这句话可重了 为什么呢 五大安理国 各位都晓得吗 五大安理国当中 中国跟俄罗斯 占了两个 美国 英国 法国 后面再加整个德国跟土耳其 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他不会反悔 不会反悔 先说哦 这个是有程序的哦 我先把我的心理状况 我把我要的菜色 然后后面 再加上保证人 那保证人先说 这个有没有效呢 先说一件事情 真的是穷途末路了 才会落入这样子 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们从大的先说 一个国家泱泱大国 全世界军力排第二 你的火力是人家乌克兰的八倍 打到现在 没军没粮军人之间 哎呦你打我我打你 我们两个一起去医院 我们就回家 各位打成这样 会看的吗 会看的 最近发生什么事呢 最近发生有史以来最吊诡的一件事情 普丁有一位情妇他叫做卡巴耶瓦 之前是体操选手 生了四个小孩 先说一定很爱 不然会有人情妇生四个小孩的 之前不是躲在瑞士吗 居然瑞士人哦 自己请命 拜托瑞士政府 还三万多人哦 拜托把他们赶走吧 把普丁情妇赶走 我们瑞士太丢脸了 人家每个国家的老 那些那些独裁者的老婆小孩 有事就跑来我们瑞士躲 真的很赶小 各位从大的观点到小的观点 普丁现在无路可走 好回到拜登 拜登最近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什么呢 军火我可以给 但中国你不能给 那这句话呢 说一句实在话 因为他是站在说 我赞助的 这个是被欺负的国家 是啊 那中国敢不敢给呢 说句实在话 中国他敢给 他绕蓄意啊给就好了 那现在呢 这个帽子要扣下去 为什么这个帽子要扣下去呢 你敢给我就大大事残 所以他是三道的程序哦 从地方官员往上走 布林肯再打一枪 后面拜登再补一剂 所以呢 习近平敢不敢给呢 我先跟各位说 习近平就算给 会给一些不重要的 例如说什么的 没饭吃嘛 我们是兄弟之邦啊 给一些太空包 给一些粮食 给罐头 不过分 第二个给医药 这个不过分 那现在呢 对于整个普丁来说 普丁现在最后的希望 就在中国身上 为什么呢 真没包 腿没包 他能找谁 所以我用这张图来哭手 普丁说 哥我被团灭啊 全部都能 每个人都来揍我啊 然后呢 习近平把他洗回去呢 这句话更重要 为什么呢 对中国人来说 俄罗斯叫恶爹啊 为什么叫恶爹呢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们传过来的嘛 恶爹 你被打 总比我被打好啊 所以呢 现在是人前手把手 背后要下毒手啊对中国来说 他有办法救吗 但各位 刚有谈到很多啊 中国的经济 现在拎不起俄罗斯 哦 那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谈一件事情哦 这一波打下去之后 没有想到整个制裁会这么快 所以目前经济震荡哦 昨天有跟各位谈嘛 现在不是汇率的问题 对 现在是没有的问题 什么叫汇率呢 汇率可以贬值 我从70元路一直贬 贬到140 我可能贬值超过了一倍 超过跌了50% 重点是没有是没有 什么叫没有是没有呢 我今天要跟人家谈生意 美元啊 没有啊 哎 那总不能自己印吧 自己印又不像 对不对 那现在是公司都跑了 单单一个麦当劳跑掉 6万人没工作 对 那加吉他的呢 对 各位再加吉他的呢 所以没有美元 如不一路跌成的废子嘛 外资退失业率全国问题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你里面 你们俄罗斯如果本身 你们老人很多 你什么你都会自己做 那我们也没有你的办法嘛 刚好颠倒 那个国家就是矿物多 原油多 天然气多 那其他的呢 通通都要外购 食品 药品 电子 消费品 通通都不够 现在连银联卡都缺货 所以现在呢 请帮我换下一张 所以中国撑得住他吗 撑不住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之前不是一直谈说 中国俄罗斯的那些所谓的超级寡头吗 有钱的要死啊 过去有钱的时候 哇第一排的别墅通通给我满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奥德萨没什么打 奥德萨据传他们海警第一排 高级别墅通通通是俄罗斯富豪 所以到那边 那军人 那个不要打 那个是我好朋友的 那个是我二淑公的 那个是我姐夫的 想一想 先说这两个 我本来同文同种 现在呢 连寡头都出来喊冤枉 带人乱弄啊 为什么呢 这些俄罗斯的富豪说 你制裁我们没用啊 那为什么制裁我们没用呢 其实普丁从来都不理我们啊 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啊 那这个呢 很简单的 自己也求饶了 所以各位请注意一件事情哦 没兵 没将 没粮 有钱人求饶 情妇要被踢出去 所以普丁这时候还高高在上 哎呦我跟你说这块土地 你要承认啊等等的 现在知道干嘛呢 想要有尊严转生 有尊严转生 那有尊严转生 有办法尊严转生吗 根本没有办法 但那一件事情哦 被踢出国际 国际孤立的时候 本来还想说 哎呦我帝大物国 你们欧洲这些人 我把你们的瓦斯关起来 让你们的洗澡都有问题 让你们连主办都有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候挪威说 那我赶快挖 美国说我赶快挖 卡达说我赶快挖 阿联说挖不够的 我再补 有缺口吗 目前的欧洲人 有人说哪一国 没饭吃哪一国 没有天然气吗 没有嘛 然后重点是 我本身降多少呢 现在从两个地方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 俄国的石油跟天然气的产出 目前只有之前 高点瘦的三成 第二个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说 现在怎么出你知道吗 丢起夹唱 夹唱 现在中欧班列呢 只出一半的车 但是车上只有三成的货 哇 所以各位 我们从小数字看得出来嘛 我们如果从大数字 因为刚开打 现在才进入所谓的第四周 很多的数字 他可能不是表现的那么明显 但数字告诉你 打 真的打下去 现在地球是一个地球村 那我们说更丢脸的是什么呢 各位 全世界都放消息了 人家拜登老大要打电话给你们家习近平的 然后呢 现在俄国的外交顾长这个叫拉夫罗夫 先说哦 我偷偷的跟各位说 我一直觉得他的脸很像一种动物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脸看起来特别凶哦 我一直想不起来他脸就很像一种动物 结果最近很惨 你知道为什么吗 飞机已经坐上去了哦 都快到了哦 折回来 折回来为什么 人家总统跟你们的习近平要接电话呢 你什么咖你外交部长下去讲什么啊 有你说话的份吗 回去 直接回去哦 但 但我们要跟各位谈 共产党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我先跟各位谈哦 为什么蒋介石会输 为什么美国后面跟他打成平手而已 美国在越南也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最恐怖的叫边谈边打 边谈边打是什么呢 我感觉快要死了 可是我突然间反击反击的很大力 所以呢 现在大家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了 普丁这时候 有没有资格打呢 没资格打 但普丁要的是面子 所以最近大家发现一件事情哦 最近很多的飞机 突然间从莫斯科一路往外飞 然后这些整个飞航情报说 这个都是俄国政府的专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现在禁飞 禁飞 民航经营 各位你去想哦 很多人不是在国外 回不去吗 对 你像现在俄古罗神啊 从开打到现在四个礼拜哦 跑出去20万人了 那周朝要跑出去吗 各位你去想 我去几个反抗的集职要关15年 那我如果有点钱在国外的话 很多人他想不对他会跑嘛 好 所以这些飞机呢 在天上飞 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个是政府专机 那政府专机飞出去他在飞什么呢 突然间发现他很多的城市 都是在那种可能是高级的官员 可能是特殊的一个物资 所以再猜一件事情是 会不会第一个是政变嘛 那政变呢 会有迹象 刚不是说吗 哇 单单测食物一千多个人辞职 那为什么呢 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吃死掉了 还是怎样 那政变有一个可能 但第二个是说 会不会普丁要发痕了 为什么呢 他现在没有所有的招式可以用了 他如果用生化战 他如果用核战 他不要跟你纏拼 各位 这个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可是请教他这个加隆老师 这个英国的这个情报高官才讲 现在全世界啊 这个只有习近平能够跟普丁好好讲道理 普丁勉强还听得进去 但是怪了 普丁这通电话呢 不是打给习近平哦 他是打给土耳其的总统啊 跟他说要我停火 其实有四个条件 你帮我传个话 不是跟习近平讲哦 然后更妙的是呢 有人在揣测 习近平是不是打算跳船啊 怎么会俄罗斯的外长 要飞到这个中国去的时候呢 本来要到这个 北京去找普丁的这个好朋友 突然途中折返了 所以你怎么看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是呢 现在也传出来啊 俄罗斯自己的媒体放话哦 说呢 这个俄罗斯现在打算 要跟这个中国寻找这个 比方说是这个单一货币 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个机制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哦 你一口气提了好多个问题 我先来回应一下 这个俄国外长 会机会到一半折回来 我猜想可能性啊 应该是这样 如果原来的 我们以为 比如说北京告诉他 你不用来了 或者普丁跟他讲 我们不去了 你回来 应该都不是 而是什么呢 是因为习近平现在要跟拜登 视讯会议 美中要高峰会嘛 视讯会议 所以呢 中方可能跟二方讲 等我们谈完之后 我跟你汇报 你再来谈嘛 哦 你现在不用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关系其实还是很好啦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不是传好了吗 习近平跟拜登要视讯会议嘛 对 那你这个时候赶过来的话 对不对 来不及听到那个后面的情况嘛 所以说叫他晚一点再来 说不定是这样啦 那至于那个普京打电话 给土耳其这个事情 或者有时候传说 以色列可能也被找来当调人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重点不是谁当调人 而是谁当仲裁者跟见证人 一个协议达成之后 如果其中有一方违约的话 那这个仲裁者要能够强制执行 这个例子太有名了 就是那个卡特总统时期 那个把以色列跟那个阿拉伐特 就是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找到美国大卫营去谈 谈出一个协议 结果他们两个人 以色列总理比金 跟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伐特 得到那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居中仲裁 见证跟仲裁 如果双方谁违背协议 起码美国可以出来这个强制执行 所以协议的达成重点 不是谁当调人 穿针引线 重点是谁是那个老大哥 见证者仲裁者 这个才对 仲裁者才是大尾 对对对 就是说你们两个要是不违背的话 我起码我要主持公道 有人出来主持公道 否则的话 就算好像你闯红灯 然后没有警察跟你查的话 那你就闯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人当个仲裁者 所以美国跟俄国 因为两个都是大哥 所以没办法 所以现在我们看 现在是这样 普丁为什么现在发动无差别攻击 因为他发现他碰到一个问题 乌克兰人坚强抵抗 这个意志很强 他为了把这个抵抗的意志打下去 才会搞无差别攻击 对平民老百姓什么都攻击 而不是指打军队 然后第二个他现在提一些条件 就是和谈的条件 要来跟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面对面来谈判 透过土耳其来传话什么什么 这个表示他真的急了 他想要找出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他也需要习近平赶快给他撑 因为他的物资 军需物资 还有金融的制裁怎么样散过去 他可能有很多问题 要找习近平来帮忙 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 第一个主力部队没有被消灭 战斗力还在 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谈出结果 双方一定要有一方 战斗力已经被打垮了 没办法了 他只好谈 然后或者双方的战斗力都在 但是实在是僵持 实在是没办法分出胜户 不得不来谈 这个也有可能 现在的情况是说 他们俄国还没有 主力部队后面还有 他还有杀招 那乌克兰的话胜不可策 政府主力部队不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 双方都不可能真的谈出结果 而会变成所谓谈谈打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猛攻的结果 俄国可能会猛攻 这个狂轰乱炸 对那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拿出一些成果 比如说他把基辅拿下来 比如说然后拿出这个成果以后上谈判桌 说你要我从基辅退兵 可以我们来谈条件 是这样子 他必须迅速的掌握一些成果 以便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达成交易 他不是说我刚不是说吗 他要找一个下台阶 体面的下台阶 所以他必须赶快加快速度是这样 所以狂轰乱炸 甚至于有可能将来不惜炸到北约的领土 把北约卷进来 要玩就玩大的 说不定他如果 你如果觉得他野心玩得还不够的话 说不定他会把整个局面搞得更糟更乱 那现在我们看出来 整个战争打下来一个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就是他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 这个事情非常大 就是说第一个欧洲大觉醒 你看瑞士都放弃中立也加入金融制裁 然后昏南跟瑞典也考虑加入北约 然后那个乔治亚共和国跟那个摩多瓦 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也要加入欧盟考虑加入欧盟 所以整个欧洲的小国家都觉醒了 包括大麦跟立陶宛也派支援军 要去支援这个乌克兰 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欧洲大觉醒 然后第二个这个重点来了 就是那个德国 德国这一次也醒过来了 你看开战前一两天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摇摆犹豫 就是他原来他50年来有一个东进政策 当时为了要两德统一 德国不想得罪苏联跟俄国 后来两德统一以后 一样那个梅克尔时期 他要那个德国汽车业要出口到中国市场 所以基本上德国都比较亲中亲俄 跟美国好像有点距离 那这一次的话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是送一些那个军事物资吗 武器吗 结果德国说他只送5000顶钢盔 对不对 大家嘲笑 说这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结果现在几天后 德国居然同意金融制裁 把俄国银行踢出去 那个SWIFT美元结算系统 而且德国还赶快送1000套的那个 那个刺针灰弹等等 给援助那个乌克兰 整个变了 德国整个改过来 翻脸跟翻书一样快 整个德国站到美国这边 然后后来不再跟俄国鬼混了 这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二战以来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 之前有几次从越战结束以来 第一个尼克森1972年访问中国大陆 这第一个大的地缘政治改变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那个苏联1991年解体 12月25号的时候解体 第三件事情就是那个2001年911恐怖攻击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 2022年2月24号 俄国正式入侵乌克兰 这个会大大改变整个地缘政治 那这个地缘政治里面 那个美国还同时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打压欧元 美国支持欧盟是单一市场 美国企业好做生意 这个OK 但是美国不乐见你单一货币 因为欧元将来会威胁到美元 所以你看最近乌克兰战争以来 你没有发现美元指数走高欧元走低 所以欧洲经济跟这个货币都有受伤 对美国来讲这个是不错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 那现在我们看出来 德国赶快加增加国防预算 到GDP可能到百分之三说不定 然后呢他要国防加强国防之外 他甚至还可以说 让美国把他的核子武器摆到境内 叫做核共享 这也是日本的那个点子 然后他们两个都要追求 国防正常化 用我们的话讲 相当于重整军备 然后呢引入核武 将来的话说不定进入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这个变化会是二战以来 前所未见的地缘政治的大转变 这个东西可能会对台湾 对亚太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就是说 俄国的情报机构有一些密件说 习近平本来打算 今年九月到十一月那个时候 要来打台湾 我现在讲 中共的各级各个领导人 什么时候不想打台湾 拿回台湾 哪里需要看什么乌克兰战争 没有乌克兰战争以前 你习近平不想打台湾吗 咋就想了 所以不要去勘托 不要去怪罪于什么乌克兰战争如何 最根本的原因是 中共的解放军还没有准备好 渡海攻击 光是空降部队特种兵斩首行动 那个不足以搞定台湾 所以你看从何到尾 共军没有在做动员 对 你要打台湾的话 你九月十一月要打的话 你现在早就要做动员了 没有 所以严格讲的是这个 习近平其实没有要打 然后第二个 根据美方的情报 应该是二十一大 五年后的二十一大 二零二七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习近平 理论上他应该可以搞定连任 武统台湾这张牌 不需要这一次打出来 是下一次 是五年后 那因为有这个五年的缓冲期 所以美国现在拼命的 给台湾的那个军售 赶快到位 赶快来培训 让台湾的那个军方 可以操作这些新的武器 然后来做很多应变 都是在准备五年后 不是现在这一次 OK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缘政治变化 日本跟德国重新武装的结果 美国要问一个问题 说我们要问美国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放心吗 你放心吗 你让这两个国家重新武装 你放心吗 结果现在发现 美国有办法去控制他们 日本的话 美国有一张牌 日本不得不听话 这张牌叫做台湾 美国控制台湾以后 牵制日本 日本你乱来的话 我可以控制你 那德国那边的话 那个能源运输线 是从那个 除以示运河 直布鲁头海峡 北大西洋 然后谁看住 英国 英国看住德国 台湾看住日本 所以呢 美国掌握这两张牌的结果 不怕日本跟德国以后作怪 所以他现在要对抗中俄这个联盟 所以把日本跟德国放出来了 军事松绑 OK 徐卫怎么看 这个普丁有停战的可能吗 这个欧盟把俄罗斯的开除会籍之后呢 俄罗斯的这个外长还呛响 开除会籍刚好而已啊 我就不受拘束啦 我现在呢就不达目标 绝不停止啦 这个目标会是什么 真的真的会这样一路打下去吗 俄罗斯展开这场战争之后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他当初好像设定的目标都没有 对不对 可是他表面上当然要把位阶 或者是态势拉高嘛 因为他想要得到的目标 可是我说实在话 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在找退步 退路了 其实我跟你讲 这整个过程之中 都是拜登跟欧美国家在后面 在指导这个啦 你看美国他们也知道说 你现在俄罗斯有可能会有核威射 可是你敢真的动核武吗 那之前不是他们也讲到说 你看有那个什么 CIA局长也告诉你说 警告说 他俄罗斯可能普丁会动用生化武器 之前他们就不是还讲过说 他们最近没根据的说 美国帮助乌克兰在 发展那个生化跟化学武器 他就有可能说普丁会找一堆人 因为他们很喜欢用优兵 雇佣兵嘛 你化妆成美军或乌克兰军队的时候 就对俄罗斯的军队就用这个 这个核生化武器 所以这个生化武器打下去 这个战火是不是升级 那美国当然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美国也一直在山峰顶火 照理来讲的话 你如果讲这件事情 你应该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 你不要乱搞 可是没有 他就告诉你 那个前美国CIA的局长 就一直 伯恩斯就一直告诉你说 你看核生化核生化 接下来就是什么 核武核武核武 就一直告诉你 其实为什么 我跟你讲说 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 他一直在武剑 我就讲说欧美国家武剑 他自在 其实背后是自在中国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那个普丁已经把 那个什么 拜登已经把普丁定义为战争犯 那可是我说实在话 你看我刚才讲说 俄罗斯为什么在寻找后路 普丁不是打电话给艾尔断 他为什么要打给图沃吉 说艾尔断 艾尔断以前他妈借的 对不对 你叫妈借去说 而且你妈借你为什么最近改变 你为什么把武器送给乌克兰 所以他趁这个机会说 我英雄让你当 你去帮我谈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也是谈一样 对巴斯的主权 还有那个克里米亚的主权 对他不准加入北约就这些 对他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你老生堂残 可是我刚才在上一段的 曾经提到过说 俄罗斯现在的战略 就是从北边的哈尔科夫 跟南部的那个梅利托里亚 开始就是把它截断 沿着敦巴斯的那个接触线 我就开始会失 我到最后的情况就是说 好大家来调停 我打到这个时期 就地解散 就地解散怎么办 我敦巴斯地区就独立了 就你不可以再来 所以他要保持这个战果的话 当然普丁现在很聪明 我就跟你讲 他已经开始寻求后路了 就是到时候国际调停进来的话 大家到此为止停软 那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要能够把这个 这个连贯南北会斯的 那个状况连起来 连不起来的话 那不是都白谈 对不对 那乌克兰也很清楚 他就不会让你这样 那我刚才一直强调说 欧美国家在武建 自在中国为什么 他今天我就跟你讲说 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晚上 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在电话中 拜登不是要打电话给习近平 他打给他的时候 哪有人说我卡电话 要让你的时候 还没卡 前一天我就已经告诉你 我要谈什么了 对不对 那到时候习近平会不会 起步一平说 你都已经知道 你要谈什么 要来恐吓我 要来骂我 我为什么要接通通电话 搞不好他电话就不接 有可能啊 这种可能性啊 对不对 那时候他已经讲出了 那个布林肯已经帮拜登先讲 他这个电话里面 就讨论美中竞争 乌俄战争嘛 对不对 而且他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要修理你 他说中国你得为支持 恶侵略的任何行动 承担责任 我就告诉你说 美国已经定掉你普丁 是一个战争犯啊 对 那战争犯你现在是帮凶呢 或者是共同证犯啊 我们都讲清楚的话 那你习近平要不要一起 被抓到那个国际法院去审判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他就是打这种电话 故意要激怒你习近平嘛 对不对 你最好是挺俄罗斯啦 挺俄罗斯我才师出有名 我才可以修理你啊 拔不得你不挺啊 对啊 所以那个G7外长也都警告了 在乌克兰犯下那个战争 罪责会被究责 他就是讲普丁啊 对不对 你无端发动这种可止战争啊 数以百万计的人 就开始流离失所 逃离家园 然后无法别攻击 平民啊 是不是这样 我就跟你讲说 连G7现在也开始一起唱和啊 对不对 而且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他们现在美国一定要硬是要你 习近平把这个问题吞下去 为什么 最近那个什么 中国不是公开 他常常一直公开呼吁说 要解决和平解决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战争 对不对 可是迹象 那个美国他们现在就说迹象显示 迹象显示 迹象显示 迹象显示是中国设法弱化西方国家对 俄罗斯的制裁 我昨天讲过说 他们可能设单一货币什么乱七八糟 对不对 我帮你把卢布救起来 至少撑住在那个地方啊 不会让你整个金融体系崩溃啊 那虽然只有小小几个国家 富翁国 可是你如果中国用人民币强势计价的话 我进去的话 我是不是帮你卢布挺住 你至少不会那个卢布 你知道那个通货膨胀很恐怖 像以前中国大陆国民党会倒就是这样 替一下头要八万的时候 买一颗基础要十万的时候 你说那个政策倒不倒 对不对倒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中国是用他的人民币去挺住你的卢布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了 好那接下来 他们也告诉你说 卫星空照图有拍到哦 你现在不是拿了一堆武器吗 他说你要子弹弹药啊 你提供给俄罗斯啊 对不对 而且还包括军粮 还有一些小型无人机 这些东西你不要说小小的呢 我就管你的 反正我看到你车子 一直往俄罗斯那边开的话 就是在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指正好 那接下来 那个白宫发言人莎琪还讲说 最明显的就告诉你啦 你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所作所为 以上刚才提的这些东西完全成立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接下来就是怎样 他就是要激怒你习近平嘛 你如果偷偷摸摸的 你干脆把它公开化 你就是请俄罗斯 那中国的最 那个美国最后的目的就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制裁俄罗斯了 我这个已经告诉你 我SOP在这边了嘛 对不对 你中国要跳进来的话 一起制裁 哎 哎 梦拉减水空 我一次可以把俄罗斯跟中国这两大强权给你干掉 你看 对美国跟西方国家来讲 是不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今天这通电话 没有人在打电话之前 就已经把内容都已经讲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这通电话 你说习近平要怎么接招 他如果不好好应对的话 说真的这个问题你就开始同理可证 你就是支持俄罗斯 支持俄罗斯 我就是制裁你 这样也师出有名 对中国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 所以伯亚你看 现在呢 这个美国当然是一定挖坑给中国跳 俄罗斯也在挖坑 要使大家一起死 我就是紧拉着你不放就对了 这个一直对外放话说 其实这个中国有在支柱我们的 我们关系好的不得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你看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左右为难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抓不定主意呢 就中国外交官 中国几个外交官最近讲话好奇怪 居然那个中国中乌克兰外交官说 佩服乌克兰 这个奋战的精神 真是令人敬佩 他说的是乌克兰 你怎么看最近这些状况 是这个美国俄国跟中国 三国如果画一个三角形的话 基本上我个人现在的观察是这样的 美国对俄罗斯跟中国 他现在经常用一招叫做先底牌 因为之前曾经美国通知他的盟友说 中国可能会军援俄罗斯 这个通告发出来之后 你看中国怎么样 中国只好扭扭捏捏嘛 对不对 好像你也不能承认啊 因为承认了之后在国际上说 你看你们不能一伙了 那你们要一起被制裁 可是如果你否认的话 哇塞那俄罗斯那边的压力又来了 所以美国的这样子 现在他们采用新的说 以前得到情报之后 他可能密而不宣 但是现在得到情报之后 他在该揭露的时候把底牌掀开 反而让中国这样很难做嘛 那俄罗斯的战略也很清楚啊 现在美国带着全世界其他地方跟俄罗斯翻脸 那俄罗斯只好说 那他抓着一根服务叫做什么呢 叫做中国嘛 所以刚刚讲了说什么 中国要帮俄罗斯 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很多我相信都是俄罗斯 都是普丁方面露出来的消息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但他至少认知作战嘛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中国认知作战很厉害 其实认知作战的主司也叫做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用这个认知作战的方式呢 其实一样也在对付中国 他就是要逼中国跟他绑一起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这样的一个策略嘛 所以中国夹在呢 这个美国俄罗斯中间 他现在的实力又还不够说 跟哪一边翻脸 他现在用的我认为 叫做进退两难啊 两面敷衍的手法 怎么样两面敷衍呢 刚刚有讲到 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范仙荣 他3月14号的时候呢 跟乌克兰官方会谈 后来透过媒体来放话 讲什么呢 他说啊 中国绝对不会攻击乌克兰 而且还会提供经济跟政治上的支持哦 因为他尊重乌克兰人民选择的道路 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 还称赞说乌克兰人奋勇抵抗很厉害 那应该是反俄罗斯才对啊 你话讲得很好听啊 可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敷衍呢 因为实际上呢 中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协助哦 相较他们过往一直吹牛的这个强国风范 简直太少了 因为前阵子呢 这个台湾的自线基金会的 顾宽敏董事长 他不是宣布他 个人捐款一百万美金 给这个乌克兰援助吗 就已经超过当时中国 全中国捐的钱了 还鼓起不上他一个 什么提供经济跟政治上支持 我的拜托啊 你在联合国投票都投气全了 你还给人家讲受什么提供政治上支持 本家鬼嘛 投气全什么意思 就是要俄罗斯继续打 你奋勇抵抗吧 对啊 接下来3月15号的时候 又有一个 中国的驻美大使秦刚 他做什么呢 他直接投书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 那投书他说 这个有人讲说 中国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打 这个是假消息啦 如果中国早就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全力阻止 可是很微妙哦 他在这个投书里面 他知智不提侵略两个字 他都讲说 军事行动 乌俄冲突 你看 就算你在那边澄清说 没有啊 你撇清你跟俄罗斯的关系 但其实你的用字显示 已经露馅了嘛 你就是 你的用字显示 还遵守俄罗斯给你的规矩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是不是对美国这边敷衍 没错啊 那同时对俄罗斯 他也只能敷衍 你看三月十七号的时候 你看这一天 十四十五十七 他是有节奏的 这个知名 全球知名的战狼 赵立坚 这是站不起来啦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人家媒体 就一直问他说 哎 这个 你的驻乌克兰大使说 会给乌克兰支持 然后你的这个驻美大使说 这个 绝对是 这个不知道 这件事情 然后都是假消息啦 所以你们这两个外交官讲了是不是表示说北京呢就是支持乌克兰 是不是代表北京承诺绝对不会对俄罗斯提供武器这个军事或是政治的协助 结果赵立坚他的回应就说 这是你说的啊 这是你的解释啊 这是你自己的解释 对啦 他会说这是你自己的解释 我们代表就说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啦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对俄罗斯也是不敢得罪啊 不敢把话说实啊 他不能公开讲说 哦我绝对不帮俄罗斯 因为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在帮嘛 对 现在俄罗斯受到全球经济制裁 唯一的出口是什么 就是中国啊 中国有没有帮 有啊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私底下在军事上面干什么干什么 美国把你底牌掀出来了 让他现在进退两难 那你现在看了中国现在卡在这边 其实我相信习近平 他也不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状况 因为真的确实这个事前很多所谓的专家的预测都错了嘛 事后证明是跌破眼镜啊 很多人都在那边说什么 要是普丁动手乌克兰绝对撑不过多久多久 结果到现在呢 结果到现在呢 你看到乌克兰不只是撑的笔板想象那么久啊 而且俄军的实力根本也不弱 原先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中国现在我们台湾 只要防范一件事就好了 只要防范中国突然脑袋清楚 突然做对的事 如果现在中国突然哇整个转弯 说好跟美国站同一阵线 跟美国大和解然后一起对付俄罗斯的话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会大大提升 美国也会愿意跟中国来做个缓和 因为一起解决这个乌俄的冲突 这个俄罗斯你要制止他在入行乌克兰的时候 中国是好帮手 对那对台湾来讲 可能我们的处境会比较尴尬 但是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被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所笼罩 已经被了这种无尽的大内宣已经洗脑洗到 现在可能很难转弯了 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 不只要静观其变 而且你要随时去准备好中国的动向 因为这真的会影响到台湾的命运 不过问一下这个问题 不止中国外交官 这个中国很多的动作 现在是不是也搞得俄罗斯好乱 中国现在大家都在问他的判断是不是失准 我们记不记得在开战之前 古丁跟习近平见面 发表宣言签订合约说 两国有意没有止境 可是这个状况为什么有的改变 第一个中国看到俄国这一次的军力失利 第二个是全世界对他的经济制裁 看起来对俄国真的是造成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中国要不要挺俄国 会变成是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国外的媒体 其实有进一步的分析 就是说中国现在做了四件事情 让俄国可以觉得说 好像中国我这过去的老朋友老大哥 好像跟我在保持距离 我们看CNN怎么讲的 他认为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知道人民币 它其实并不是自由交易 那其实过去要对于汇率的调整 它是可以有高度的控制的 可是中国却放宽这个区间的限制 简单来讲 就是他放任让卢布叠得更快 他让卢布叠得更快 那就是为了自保 他会怕说卢布你不让他扁 那变得影响到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经济 所以第一个中国自保 第二个事情是 现在俄国我们知道 他整个外汇被世界各国 尤其欧美国家给冻结 然后他的财政部长 就对外讲说 中国可不可以让我们使用 我们储备的人民币 中国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表任何回应 不只没发表任何回应 刚刚这个敏宽不是还讲吗 他们里面连银联卡都缺 对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 他们靠着中国的银联卡都缺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这样子 你怎么会这样对我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这更夸张 现在直接扣留飞机领组件 简单来说 现在俄国受到世界各国的制裁 现在有两间公司很关键 波音跟空中巴士 这两间飞机制造商 现在不会俄国的航空空师 或航空所有的系统 提供零件或维修 那之前本来俄国的计方是说 中国这几年也有发展 他们航空产业 希望中国可不可以来帮忙 但是现在已经被中国拒绝了 这第三个 所以那空中飞得出状况 空巴不帮你 波音不帮你 中国也不帮你 那俄国怎么办 第四个就是停止投资基础建设 简单来说 本来在北京总部的一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他要暂停 在俄国跟白俄罗斯 有关的所有活动 所以这样子的举动 其实在国外看来 也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那你这四件事情 是不是代表他们 有意要切割俄罗斯 这是很大的一个观察的进展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俄国是不是有系统 也在反制中国这个举动 我们这几年不是有看到 说中国要在今年的秋天 在二十大之前 说要全面占领台湾 这讯息是哪里出来的 是俄罗斯的反贪腐网站 出来的 全部都写俄文 那这个机密文件是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的密件 大家就在想 怎么这样子的安全密件 会留在反贪腐网站 是不是俄国你故意留出来的 然后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 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 台湾的媒体有报道说 是全面攻占嘛 然后因为他是俄文 后来我们再去查了一下 当时的这个俄文的原文 其实他不是讲全面攻占 他讲进攻跟出兵台湾 所以这还是有微妙的差别 无论是进攻还是全面攻占 就是说你 这个有可能在今年二十大之前 要出兵台湾 或占领台湾这件事情 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习近平 他要巩固他的领导嘛 他希望说可以在二十大之前 他连任之前 能够完成一个 过去中国共产党 所有领导者 没有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俄国现在抢着 把这个给破掉 是不是也某种程度在代表说 那个习近平 你不要我刚才提的 这四件事情你们都没做到 然后我现在也掌握知道 你要做什么 再加上更关键的 其实现在俄国跟乌克兰在打 其实中国自己 习近平的领导的权位 更是 我觉得是他 现在接下去 要互助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 我们本来以为 习近平在这一次 二十大连任是没有问题 但现在居然 国外的媒体居然传出 元老级的领导龙 朱龙基居然跳出来 可能会在今年二十大 反对他连任 他反对的原因是 原因是哪几个 第一个原因 认为说习近平 他的经济政策 以国企为主体 破坏了包括科技业 房地产的产业 那这个让中国在这几年 他的经济放缓了 引起了整个中国 这些决策者 他们的警觉 第二点就是说 朱龙基认为说 习近平对于这一次 整个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 跟最近Omicron的一个扩散 他没有做好相关的一个措施 尤其是他们只要有一两个确诊 全面性的风 就是整个停工 那对于中国的经济 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这些事情是 现在习近平自己 头目在修 他没有办法现在去帮忙 俄罗斯的一个主因 因为二十大 现在看起来 他不是完全没有挑战者 不过习近平呢 如果真的原本打算 今年秋天要接管台湾 他当然要看什么 看现在俄罗斯被世界各国制裁 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还要看普丁打这场仗之后 国内的反应怎么样 国内的老百姓支持吗 还有呢 这个如果老百姓不支持 对政权当然会有影响 那我打台湾 就是为了我要连任正当性 所以就请教他这个光景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 俄罗斯内部反战的声浪再起 多少俄罗斯的妈妈 我的孩子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甚至为谁战死 都不知道 所以俄罗斯的妈妈 现在对普丁 当然不能够这个原谅 那无法饶恕啊 对我看那个整个 俄罗斯反战的异议分子 他们被抓走的 有14000多人 那大部分是年轻人 那很少看到老人 是因为他们的老人 大部分看国英的电视台 都被洗脑了 他们某种程度认为 这是普丁的这一支战 然后乌克兰是自导自演 包括他们看那个说 有侵袭的这些新闻等等 所以那个被洗脑得非常厉害 而且他们普丁想什么 譬如说西方强权对我们的霸凌 那还有包括北约 他对我们的侵略等等 他们都相信 那可是呢 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 反战团体中间 如果出现老人家 的话非常特殊 我们就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妈妈 他的儿子22岁上了战场 他那个所处的军团 被揭灭只剩下10个人 只剩下10个人 那我之前讲了一个总数说 俄罗斯的军人他们上战场 死的这个死亡数字 现在是7000多人 这已经是超过20年来 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阿富汗作战 总人数都还要超过 所以做妈妈的 你看他在人群当中 他是很快速的举出 他儿子的这个影像照片 马上就收起来了 因为他如果被发现的话 很容易也是会被逮捕 他跟普丁呛吓 他说请停止屠杀 我的儿子不过还是个孩子 真的 对也是一条生命嘛 而且跟他失联了 20几天了 完全四生四死 这个做母亲的不知道 这是俄罗斯的妈妈 我再跟大家讲 就是说另外一个 乌克兰的母亲下面这一位 他本身是军医 可是为什么他有12个孩子 他生6个 其实也是多产的妈妈 他另外收养了6个孤儿 所以媒体都用12宝妈 来形容他 那他上战场 二话不说第一时间就上战场 可是呢 他不幸被炮弹击中了腹部 或许是因为他军医的身份 他到死前的那一刻 他都还是不断地在救战场上的跑者 好感动哦 他在墩内刺客作战 他家离得不远 可是家人没办法帮他收尸 是因为战事 战火还在发生当中 那上面这一位 韩裔的这个演员 我们都很熟悉了 因为最近不断地有人提到他的故事 而且英勇的事迹嘛33岁 那这个帕夏里呢 他也是有几种职业 除了演员之外 他还是主持人 他也帮这个像哈比人的一些电影配过音 所以他非常知名 含义的 那这一次呢 他也是因为他在乌克兰嘛 他也是上了战场 上了战场呢 他的这个事迹就是说 在基辅那边有一个小镇 叫做伊尔平 那边也是受到这个轰炸嘛 也是受到这个攻击 他主动去上前线哦 去帮助他们可以逃离这个战事 结果呢 当然有一些老老少少的 他都尽可能带他们离开 可是最后发现他的尸体 为什么 因为他在带领他们逃离过程当中 他身上你看他穿军服嘛 他有防弹衣 他给小朋友穿了 就他不幸就是在这个战火当中身亡 那本来遗体都有一段时间没找到 5号3月5号找到了 然后陆陆续续的才知道 他尸体上面原先有防弹衣 后来没有了 在小孩子身上 那他死的时候 他那时候怀里面还抱着那个平民 天啊 对就是说你就可以想象那种战事之 可怕也可恶 但是呢我们讲说 战争他会有胜离死别 也会有这些故事传出来 嗯好悲壮哦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哦 哇最近很多人非常关心 长荣的经营权之争啊 那这个老大 哦这个昨天突然接受了媒体的 这个独家专访啊 他讲话了 他亲情这个对这个 弟弟们喊话 说呢 我不想要分家呀 而且连张荣发都弹出来了吗 先说哦 我听到他这句话 我突然间看不懂中文了 所以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用客观的 周刊所写的 报纸所写的 跟我们可以抓到完全的公开的资料 来跟各位说 那当然我们对于长荣集团 是非常尊敬的 再跟各位说一次 好 现在说这件事情 这次的减资六成 是经营权之前的前哨站吗 当然是啊 各位当然是啊 为什么呢 不然过去先说 如果真的要减资的话 那之前干嘛发那么多债呢 我都已经要减资了哦 那减资是什么呢 减资就是我不缺钱嘛 那之前发了一堆债 先说这两年发很多债 那为什么这两年发很多债呢 发很多债应该啊 之前我们是跟各位说过吗 他们坐了21条船嘛 那坐了21条船 通通都是新船 通通是符合新的一个环保法规嘛 那现在呢 对于投资人来说呢 我知道 我知道在电视机前面 看电视的这些 有在想要投资长荣的人 你们现在已经头脚咳咳咳咳咳 你们完全不知道说 现在到底要怎么看啊 先不要跟各位说你们怎么看哦 连法人都快疯了 先来说哦 目前国内法人最高的目标价 给到355块 他们说啊 简直这个大好啊 这两年的营收状况好得不得了啊 但是呢 最差的美系外资呢 给117块 这一来一回差200多 这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呢 先跟各位说哦 你单单看法人的报告 你都头昏眼花 但现在我们要今天 就要来跟各位谈 在整个三天前 我们跟各位谈嘛 长荣集团 其实他们有一座金银岛 对 那这座金银岛 极度的值钱 多值钱呢 每年的获利 据传就在千亿之上哦 那我问各位哦 这座金银岛里面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 我这两三天 我特别去追哦 追到什么呢 第一个巴拉玛长荣 嗯 巴拉玛长荣先来说 他非常的神秘哦 他多神秘呢 先来说哦 巴拉玛长荣 他严格来说 他有五支钥匙 哦 张荣发先生 董事长 他有一把 然后四个儿子 各有一把 所以总共加起来呢 百分之百的股份 加起来 这刚好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一个人持有百分之二十 哦哦 那现在这个麻烦在哪边呢 这个麻烦是在于 大哥张国华有一把 他持有百分之二十嘛 然后二哥跟三哥 国民跟国政 持有百分之四十 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吗 张荣发董事长 回天家的时候 他的遗嘱很清楚 在写着 说的遗产给谁 给张国伟啊 对啊 给卡董嘛 对不对 那张国伟现在他也持有 百分之二十加百分之二十 当然 现在这个百分之二十 有点切身未明 但现在重点是在于 之前张国伟曾经说过 他委托律师去查 巴拉玛长荣的财报哦 结果呢 不查 不查没事 一查 处处碰壁 处处碰壁 不给他查 不给他查 那我们目前就简单的说 长荣集团 各位都知道 他现在是造元企业 对不对 那长荣集团真的大 多大呢 天上飞的 他有 海里在船的 他也有 路上跑的 他也有 为什么呢 他是三位一体全包 对不对 然后各位去想 这么大的交通公司 每年是不是要交很多保险费 是啊 所以他自己开一间保险公司 所以各位 总共七大公司呢 这加起来呢 市值就上兆了 对不对 但又起 我问你哦 你知不知道长荣桂冠酒店 知道啊 长荣桂冠酒店 全世界有几家 你知道吗 这我就不知道 我跟你说 长荣桂冠酒店 单单国内六家 目前包括了 整个巴黎等等的 还有四家海外哦 我问各位 这四家价值连城 都在市中心的酒店谁的 长荣国际的 巴拉玛长荣的 巴拉玛长荣的 各位 这是小钱 这还是小钱啊 这是小钱 再来跟各位说 长荣集团各地南来北往 对不对 他们在纽约 在汉堡 在东京 他们都有大型的办公处所 都在市中心 而且持有时间很久了 这些呢 都是好多人在里面上班 这个谁的 巴拉玛国际的 这个还是小钱 这还是小钱 我跟各位说 真正最恐怖的是什么 你有船 你没有航权 根本是没有用的 对 所以真正最重要的是 航权 通行权 各地港口的整个 所谓的进去跟出来的费用 拆迁等等的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巴拉玛长荣的手上 所以各位 巴拉玛长荣 有没有钱 恐怖 是不是金银岛 是 他确定是金银岛 但这次呢 事情来看的话 为什么张国华这里会挤 之前网内互打 自家大房兄弟一打二 对 后面三个弟弟结合 之后变一打三 错 现在是一打四 现在一打四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还出现了 所有的史上最强姐夫 为什么史上最强姐夫呢 所以现在呢 台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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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面桌子上的 暗地里面的好多事情都要怎么看 但我们最近可以发现哦 他们兄弟之间网内互打呢 有人开始跳车了 哦 台华之前不是说吗 对不对 一张不卖 其机自来吗 那一张不卖 什么呢 要卖的时候就是全卖嘛 所以他就全部获利掉了 那美银刚好跟各位说嘛 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的整个头顾只给117块 长荣的后市要怎么看呢 我们说各位 不用听别人讲 嗯 我们来看看八大关股韩库在干嘛 哦 那我们一直跟各位谈哦 我们因为我个人有写一些小城市 在追踪一些个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时候看 永金看有时候来不及了 目前我们仔细来看哦 长荣最近的最低价大概在110 嗯 最高价大概在160 对 那我们110往上缩一点 因为这是极值嘛 160是极值 我们目前抓120到150之间 嗯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八大关股韩库他怎么做你知道吗 跌的时候他买 嗯 所以各位他是低仅高出货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操作 好 长荣集团就先讲到这哦 为什么呢 因为再来后面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整个股权交易这块 因为这块账会从今年打到明年 嗯 但现在最重要是长荣行后面要怎么做观察 但是目前以长荣行来看的话 长荣行有可能地理派会拿下来 为什么呢 嗯 股数说的算好回到杨金龙身上 昨天下午大家全吓到了 哦 先来说哦 固定在星期四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星期四 那这是往前提 因为这个礼拜其实是倒数第二个礼拜哦 这是往前提那大概是谁要请假这个不晓得哦 结果开完会之后呢全台吓到 嗯 为什么呢 我们理论上是不用升息的 嗯哼 那你知道为什么升息吗 为什么 你猜 打房吗 不是 不是 升息一马对打房完全没用 哦 OK 通膨真的来了 通膨真的来了 而且这次的通膨先跟各位说压不下去 嗯 为什么呢 从美国的观点 大陆的观点 欧洲的观点 这次的通膨来势汹汹 你说升息一马 房子就会下去 喂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现在的房地产是有钱的 人在玩 嗯 没钱的人呢 本来就不用玩嘛 你不要逼于压力之下 你说我要自助没关系 自助永远什么时候买都是对的 不然呢 你总不可能睡路边嘛 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因素 但现在重点来了 这一波整个升息 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影响是 贷款的利息一定会增加 换汇的成本他不会增加 但是金融股的话 他的整个汇差会往上走 所以最近好多低价金融股走很凶 对不对 定存足一年可以增加2500 但是看到房贷主可能就有点要哭了 为什么呢 你定存多加2500 但是房贷的你一年要加1900 租金的话可能还是会往上涨 那租金各位 如果自己在往上涨 会不会有人去买房子 还是会有人去买啊 最终现在来看的话 先跟各位谈几件事情 这一波的通膨 买势汹汹 那通膨你都会说 到时候会跌下去吗 跟各位说 不会 为什么呢 价格有它的僵固性 所以呢 通膨上来之后